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评论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个热门话题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我们来谈谈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局势 近期的报道指出,美国曾经对以色列施加过压力 而且可以再次这样做 拜登政府被建议应该将对以色列的援助 与对国际法的尊重联系起来 这让我们想起了1991年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的做法 这一举动引发了美与关系中一个充满争议的时期 包括总统威胁否决权和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PEC的激烈游说 接着,我们转向一个有关教育和科技的议题 纽约大学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近日发布了一本新书《焦虑的一代》 他认为从以游戏为基础的童年 过渡到以手机为基础的童年 是导致基世代年轻人焦虑、抑郁和脆弱流行病的原因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海特提出了四个有争议的建议 包括高中前不使用智能手机 学校禁止使用手机等 新西兰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这样的规定 我们将有机会观察其效果 最后,我们来看看国际上的一项重要发展 美国的联盟体系一直是全球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新的独裁联盟可能对这个体系构成挑战 从古代雅典领导的德里安联盟到二战后 美国建立的广泛、持久和有效的联盟网络 这一切都在变化之中 美国的联盟体系曾平息了曾经是杀戮场的地方 并建立了一个有利于民主国家的权力平衡 但现在面临着新的挑战 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热点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美国曾经对以色列施加过压力 而且可以再次这样做 外交政策 拜登政府应该将对以色列的援助 与对国际法的尊重联系起来 就像1991年前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所作的那样 拉希德、哈利迪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写道 美国已经采取了象征性的办措施来应对加沙危机 比如空投援助物资和在加沙海岸建造浮动码头 但它可以利用自己的巨大影响力来迫使以色列改变政策 1991年 布什和他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将对以色列的援助 与停止使用美国资金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造定居点联系在一起 这一举动引发了美与关系中一个充满争议的时期 包括总统威胁否决权和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PEC的激烈游说 至于世代年轻人焦虑、抑郁和脆弱的原因 学校规范手机使用 美国企业研究所 3月26日 纽约大学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ight发布了一本新书《焦虑的一代》 The Interest Generation 他认为 从以游戏为基础的童年 过渡到以手机为基础的童年 是导致Z世代年轻人焦虑、抑郁和脆弱流行病的原因 海特声称 童年的巨大重塑正在导致心理疾病的流行 因为长时间盯着屏幕会抑制儿童的正常人类发展 儿童通过游戏学习 一个以游戏为基础的童年 对于发展身体和社交技能至关重要 通过游戏 儿童学会连接同步和轮流 他们享受共鸣 并且需要大量的共鸣 相比之下 社交媒体大多是异步和表演性的 抑制了共鸣 让重度使用者渴望社交联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海特提出了四个有争议的建议 高中前不使用智能手机 初中只使用翻戴手机 16岁前不使用社交媒体 学校禁止使用手机 给孩子更多的自由游戏和独立性 包括更多更好的课间休息时间 海特表示 禁止在学校使用手机 是我们可以采取的最简单和最快的措施 以改善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他呼吁在今年9月 之前在美国所有K12学校实施这样的规定 让所有年轻人每天有六七个小时 远离TikTok和短信 将为他们从教师那里学习 和与其他学生建立友谊 提供大量的时间 幸运的是 我们可以通过新西兰 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这样的规定 来观察其效果 尽管在2024年第一学期强烈推荐 但从第二学期开始 4月29日星期一将成为强制性规定 一天不用手机意味着学生在上学期间 不使用或接触手机 除非有学习目的 健康原因或老师或校长的指示 一天不用手机 包括午餐时间 休息时间 以及在学校课程或校外参观时 学校在如何实施政策方面 有一定的灵活性 以确保在各自的环境中可行 这包括监督和执行规则 以及违规的处罚 这项规定是由于新西兰于2023年11月组建的新联合政府引入的 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学术成绩下降的问题 尽管许多学校已经实施了这样的政策 但这项规定并没有得到教师、学生或家长的热烈欢迎 一些人认为 禁止在休息时间使用手机太严厉 尽管海特的研究表明 这些时间对于无手机的以游戏为基础的学习很重要 家长们也担心他们将无法向孩子传达重要信息 尽管预计学校可以制定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 虽然教师们对课堂上更多的关注表示欢迎 但一些人预见到在实施课堂禁令时可能会陷入两难境地 尤其是在高中环境中 学生们的观点也有些不一致 许多人已经认为他们在负责任的使用手机 并认为禁令削弱了他们学习如何与新技术和应用进行建设性互动的能力 不出所料 商业公司迅速应对这一挑战 提供物理和技术解决方案 然而 有人担心这项禁令会侵犯学生的言论自由权利 这在新西兰权力法案第14条中得到了保护 然而 如果可以证明限制是合理的 那么这个权利可以受到限制 教育部声称 在引入这些规定时 政府考虑到限制言论自由 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成绩 因此 这项禁令在新西兰是合法的 迄今为止 来自新西兰的证据主要是凭经验的 但是那些早期实施禁令的学校的教师 似乎确实注意到 学生在课堂活动中更加投入 至于禁令是否会导致更好的考试成绩或学习成果 现在还为时过早 正如一位校长观察到的那样 鼓励孩子不再依赖手中的设备 而是更多的依赖他们在学校与成年人和同伴进行的对话 需要在家庭和更广泛的社会中得到强化 如果成年人也无法与他们的手机分离 这可能是一个挑战 改革联合国救助和教育工程署 只是现在不合适 外交事务 以哈马斯在10月7日的残酷袭击开始的战争 挑战了联合国在以色列冲突中参与的必要性 特别是对以色列而言 以色列现在正寻求解散 主要为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援助和服务的联合国机构 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 UNROA因为有指控称其许多工作人员 与哈马斯或伊斯兰圣战组织有关联 美国已暂停对UNROA的财政支持 国会已通过一项法案 禁止美国在一年内向该机构提供资金支持 有效推迟了是否恢复支持的决定 直到11月的美国选举之后 然而 加沙战争给那里的巴勒斯坦人 造成了历史性的灾难 UNROA仍然是加沙国际紧急救援工作的基本组成部分 它继续提供紧急食品和医疗援助 其设施也作为援助分发点和避难所 为大部分流离失所的人口提供帮助 尽管存在严重问题 但很难想象有任何替代UNROA的方案 特别是在持续的人道主义危机中 以色列一直明确表示 希望看到UNROA的任务结束 因为该机构代表巴勒斯坦人发声 尤其是对难民后代的登记 内塔尼亚胡关于战后加沙的计划 包括解散UNROA 然而 联合国 大多数捐助国和巴勒斯坦人都坚决不同意 有任何可行的UNROA替代方案 至少在短中期内如此 永久终止 美国对UNROA的资金支持也可能削弱美国的影响力 这是在寻求影响该地区新的战后 现实时需要考虑的事情 美国建立了一个有利于民主国家的权力平衡 外交事务 美国的联盟体系从来没有像它这样的 古代雅典领导了德里安联盟 19世纪 德国总理奥托 冯·比斯麦巧妙地玩弄了欧洲的联盟游戏 赢得世界大战的联盟 几乎是全球性的 但是 没有任何一个和平时期的联盟网络 像美国自二战以来领导的那样 广泛 持久和有效 美国的联盟体系 平息了曾经是杀戮场的地方 它建立了一个有利于民主国家的权力平衡 大湾区标准并不能拯救香港的饮食文化 南华早报评论版 广东、香港和澳门政府联合发布了 关于经典粤菜的新指导方针 旨在保护该地区的饮食文化遗产 然而 这些指导方针并未解决导致香港本地饮食文化 逐渐消失的复杂因素 比如缺乏学徒制度 以及更倾向于在国际酒店工作而非传统餐馆 这些指导方针还因过于详细而被批评 认为抑制了厨房中的创造力和创新性 需要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来保护香港的饮食文化和遗产 电力需求增长和新的战略视角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电力线路是一系列通讯 审查电力行业的关键故事 涵盖电网可靠性、输电问题和新兴技术和商业模式 电力线路将突出该行业的技术、地方和常常晦涩的故事 与华盛顿特区关于气候和能源的高层公共政策对话之间的联系和相关性 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项目 最近与Great Strategies总裁Rob Gramlich和微软前能源副总裁 Cloverleaf Infrastructure创始人Brian Janus 就电力需求增长进行了一次对话 结论是 这个快速发展的问题是具有国家战略重要性的问题 电力需求增长是一个相对简单的现象 作为一个国家 美国正在使用更多的电力 三个交汇的经济趋势正在推动从几十年来 几乎没有增长的状态 转变为新的更快增长轨迹 首先 人工智能、AI的繁荣 释放了对数据中心的巨额新投资 其次 新的联邦、产业政策时代 正在引发许多工业和制造业领域的新投资 第三是电气化的缓慢加速效应 尤其是在交通领域 但也包括住宅和商业供暖 以及工业热应用 需要一个新的政策制定和投资时代来支持 而不是破坏这些经济目标 历史背景 了解电力消费的历史轨迹 对理解当前时刻至关重要 战后经济繁荣 以及推动了电力消费的类似繁荣 1950年 美国消耗了3100瓦时kWh的电力 20年后的1970年 这个数字达到了1.39万亿kWh 该行业增长了三倍以上 在20世纪70年代 增长率下降 20年后的1990年 年消费量达到了2.83万亿kWh 系统仅仅翻了一番 我们最大的一类电网基础设施 即可以跨越数百英里连接各州的高压输电线路 大部分是继承自这个时代 系统规划者预计了持续的电力需求增长 并相应的设想和执行了大规模的系统扩展投资 像太平洋互联 美国电力公司 跨越中西部的765千伏kV网络 或者连接东南部大部分地区的电力公司 500千伏kV网络等项目 都可以追溯到这个时代 今天 这些资产为电网提供了宝贵的服务 允许以最低成本发电来满足广泛的负荷平衡区域 并通过将电力远距离输送到运营边际最紧张的地方 来提高可靠性 这些资产代表了一类战略性投资 他们早已回报 现在广泛地为跨州和公用事业服务领域的用户 提供了积极的外部性 自世纪之交以来 电力需求增长的平均速度仅为1% 这个事实已经定义了政策制定 监管和投资范式 在这种环境下 很难证明长期战略性投资是合理的 相反 该行业被组织成 以最大成本效益运行 最大限度地减少过剩的电网和发电能力 并以更低的价格向消费者转移收益 负荷增长 投资和费率晶天 许多公用事业公司都在努力为寻求 接入电网的新工业和商业场地提供服务 在50年代 60年代和70年代的战略性投资 创造了一个具备备用能力的系统 电力需求可以在随后的几十年中缓慢增长 而无需进行大规模的系统转型投资 现在 这种备用能力正在迅速减少 如果不是已经消失 前进的唯一途径是通过扩大投资 但在短期内 投资将增加费率支付者的成本 这是乔治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等州 公用事业委员会争议激烈的战斗的背景 尽管全国各地的公用事业公司 都以创纪录的水平提交费率申请 政策制定者面临着困境 如果没有投资 系统无法增长 新负荷无法提供服务 经济扩张和机会将会丧失 另一方面 持续的负荷增长 代表着一个真正的机会 因为它扩大了电力消费的范围 从而降低了投资成本 在一个增长的系统中 投资迅速回报 而在一个停滞的系统中则不然 因此 各级政策制定者和监管机构 面临的总体挑战是确保部门投资 以最优化费率支付者投资每一美元的价值 尽管发电能力的投资无疑是必要的 但对输电 需求响应技术和增强电网技术的投资 可以提高系统效率 并为费率支付者提供重要价值 此外 并非所有的输电系统投资都是相等的 零散 被动 局部化的电网基础设施投资 相对于过去发电的长期大规模系统扩展基础设施而言 是费率支付者资金的低效使用 地方辩论 全国挑战电力行业 从根本上说是实现更广泛经济和生产目标的手段 在当前时刻 美国正在进行一项广泛的两党努力 以在各个领域和技术上重振工业和制造业实力 这些目标具有战略重要性 商务部长吉纳 雷蒙多最近将争夺领先地位的尖端半导体制造 和其所能实现的AI技术的努力比作太空竞赛 如果全国范围的电力需求增长受到投资不足或错误投资的破坏 正是这些类型的战略目标将受到影响 尽管该行业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本地化规划和投资决策的影响 但联邦政策在以有利于费率支付者和国家战略目标的方式塑造景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SIMAT-BD是华盛顿特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项目的研究员 自杀警报是在香港提高意识的一种手段 南华早报评论版 香港的研究人员正在开发一种类似天气预警的自杀风险预警系统 以帮助提高公众意识并预防自杀事件 该系统将监测每日的自杀趋势并根据风险水平发布警告 它将考虑社交媒体上的自杀企图数据和死亡人数 以预测人们最有可能自杀的时间 如果每日自杀案例数量超过平均值的三个标准差 或者超过六个案例 系统将触发警报 该系统旨在引起更大的紧迫感 以防止危机进一步恶化 并必须得到一个全面的支持网络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制作